小朋友们好,今天的中文课呢,我们要学习两个新的字,那在学这两个新的字之前呢,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我们之前学过的四个字,我们第九课我们已经学了四个字了,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字呢,诶,你还记得它是怎么读的吗? 我们和陈老师一起读三遍,我读,你读,开始了,送,送,送,很好,你读得很好,送呢,我们一般用的最多的是说送礼物给一个人,对不对?你看这个词送礼,你可以说你的好朋友要过生日了,你给他送一个礼物,或者是母亲节的时候, 然后你给妈妈送一个礼物,送礼,那送呢,还可以用在这个词叫做送行里面,比如说如果一个人要走了,比如说李老师要走了,我们可以去给李老师送行,送行是这个意思,是send off的意思,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字,第二个字小朋友肯定都会读,所以我们快快读两遍就好了,想, 想,很好,想这个字呢,我们用的非常多了,我们小朋友会说,啊,陈老师我想去洗手间,或者我想吃点心,我想出去玩,对不对?想,你想做一个事情,或者你可以说一个想法,是一个idea的意思, 比如说,比如说,有的时候小朋友会说,啊,陈老师我有一个很好的想法,我觉得我们晨晦的时候可以做Simon Says这个游戏,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你也可以说梦想,梦想就是你的,你以后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就是你的梦想可能是当一个老师,像陈老师这样,或者是你想当一个医生,梦想就是dream的意思,好,想这个字,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我们学的这个字有一点点难,所以我们和陈老师一起读三遍,慢慢读, 我读,我读,你读,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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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读得很好,造这个字呢,常常是教了小朋友两个词,对不对?第一个是制造,制造呢,就是made的意思,比如说小朋友你经常会在那个玩具的,它有一个tag,对不对?上面看到可能写了made in China,或者made in US, 那它就是在这个地方制造的,比如说made in China,就是中国制造的意思,好,所以制造呢,就是make的意思,好,那造呢,还可以用在一个词叫做造谣,谣呢,就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假的事情,它不是一个真的事情,那造谣呢,你看这两个人在干什么, 它在一个人在和另一个人说话,对不对?所以造谣呢,就是你把一个不是真的的事情,你去到处跟别人说,啊,我跟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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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做造谣, 所以它在英文里面就是 spread rumor的意思,所以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我们不应该怎么样,造谣,好,来看我们之前学的第四个字, 第四个字呢,我们来先看它的左边,它的左边是一个木头的木,右边是一个水果的果,所以它呢,是一个和植物有关系的字, 这个字呢,这个字呢,读科,我们小朋友和陈老师,我们一起读三遍,我读,你读,科,科,科,很棒,那科这个字呢,陈老师之前讲过,它在中文里面是一个量词,是一个measure word, 然后我们用它呢,然后我们用它呢,来和一些植物的词放在一起,比如说,一棵大树,一棵小草,你还可以说,一棵种子, seed 好,那我们来,我们复习过这个,我们之前学的四个字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新学的两个字,是什么吧? 好,我们今天要学的第一个字,它读题,所以请小朋友, 先和陈老师,我们读三遍这个字,我读,你读,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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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提这个字呢,小朋友请你先看它的左边,它的左边是一个这个,叫做提手旁,我们把这个偏旁叫做, 提手旁,所以所有和旁边是这个偏旁的字,它都是和你的手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还可以想到哪些提手旁的字,想一想,比如说打, 你打,你打一个东西,是不是要用手打,对不对?我们之前还学过扫地的扫,也是提手旁, 扫, swipe,你是不是要用拿手拿一个broom这样扫,对不对? 所以所有左边有这个偏旁的字,都是和你的手有关系的字,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提这个字,我们可以说什么样的词呢? 好,第一个词我们可以说提醒,提醒,陈老师经常跟小朋友说这个词,因为陈老师会跟小朋友说,陈老师总是会忘记要成会的时候要读信, 所以小朋友们请你们提醒陈老师成会的时候要读信,因为陈老师会怎么样?忘记, 所以我想提醒,请小朋友提醒陈老师,所以提醒就是remind的意思,比如说陈老师忘记今天要给小朋友拿点心了, 所以你要提醒陈老师给小朋友拿点心,好,提这个字呢,还可以组一个词叫做手提包, 手提包,小朋友请你看这个图片,你的妈妈是不是可能有和这个比较像的包,对不对? 那包,我们都知道我们每天背一个什么呀,书包来上学,对不对? 所以这个呢,包就是bag的意思,我们的书包是一个backpack,那这个包也是一种包, 他们都是用来装东西的包,但他们长得不太一样, 那这个手提包呢,你看你的妈妈拿它的时候,是不是她的手是放在这里的, 然后这样一提,她就提起这个包了,对不对? 所以它叫做手提包,是因为它的这里有一个这个handle的部分, 你可以一下就把它提起来了,所以它叫手提包。 好,那我们下面来写,我们写两个句子吧,提,因为我们提醒写一个句子, 然后手提包写一个句子。 好,我们来看一下。 好,第一个句子,我们用提醒写一个句子,我们说, 陈老师跟小朋友们说,你们要提醒陈老师, 陈会的时候要读信。 好,陈老师跟小朋友们说,你们要提醒陈老师, 陈会的时候要读信,提醒,对不对? 把题换成红色的。 好,我们再来看,用手提包写第二个句子。 上个星期日是母亲节,所以我送, 我们还用了送,我们之前学的第一个字。 我送了我的妈妈一个手提包。 你看陈老师打手提包的时候, 这里还会出一个这个小的emoji,是不是很可爱? 好,把题换成红色的。 好,这是我们学的第一个字。 提,提醒的提,手提包的提。 好,我们看第二个字。 第二个字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它是怎么写的。 好,看一下。 还有一点点难写。 好,我们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共我八笔。 那这个字呢,它读线。 所以请小朋友和陈老师我们一起读三遍。 我读,你读。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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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那线这个字呢,我们可以啊,组很多很多的词。 我们一共,陈老师这里有四个词。 我们从右边往左边看。 看好啊。 我们先看直线和线段这两个词。 诶,这两个词我们是不是之前在数学课的时候学过这两个词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 线段,记不记得是它是什么意思? 你记得那个首饰吗? 线段。 然后直线,记得这个首饰吗? 直线就是它一个straight line,然后它没有end point。 它可以一直一直一直在走,它没有点。 所以你看,这个直线这边是不是有两个小箭头? 所以直线它很长很长很长,一直在走。 你不可以怎么样啊? 你不可以measure它有多长,你不可以量它有多长。 所以直线呢,就是line的意思。 那线段呢? 线段呢,就是part of a直线,part of a line。 所以它是一个line segment。 直线是这样,线段是这样。 因为线段,你看它有很明显的这个two points。 如果你有一个尺子,一个ruler的话,你可以这样怎么样啊? 你可以measure这个线段,它有多长,对不对? 你可以量一量。 那直线你就不可以measure,你就不可以量。 线段呢,因为它是part of a直线。 所以它是你可以measure,你可以量一量,它有多长。 好,所以这个线段是line segment,直线是line。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你还可以说针线。 针线就是底下这个图片,这个needles是针,上面这个是线。 比如说小朋友,你的衣服如果破了一个洞, 那你的妈妈可能会用一个针线把它怎么样啊? 咦,缝起来,你就可以继续穿了。 好,我们线呢,还可以说路线。 路线呢,比如说,我从我的家到学校有很多不同的路线可以走。 比如说你可以走i35,你也可以走highway36, 有很多不同的路线,所以对,你猜得很对,路线呢,就是route的意思。 因为你从学校,你爸爸妈妈开车,从家到学校, 或者从学校到家,是不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什么呀? 路线。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句子。 今天我们用线我们写三个句子, 把我们路线写一个句子,然后针线写一个句子。 直线和线段加起来,我们写一个句子。 好,先把直线和线段加起来,我们写一个句子。 好,第一个。 直线没有顶点,它没有一个什么呀? end point。 所以你不能量一量直线有多长。 线,线段有顶点,所以你可以量一量线,对不起,线段有多长。 那直线它没有end point,没有顶点,所以你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measure它。 但是线段呢,它有顶点,所以你可以measure线段有多长。 好,第二个。 我们用针线吧。 我的衣服破了一个洞, 所以我的妈妈用针线,帮我把衣服缝好了。 我的衣服破了一个洞,所以我的妈妈用针,needle和线,针线,帮我把我的衣服缝好了。 好,最后一个句子我们说路线,从我的家到学校有很多不一样的路线,可以走。 好,今天的作业呢,就是请你写你的中文本子的第五和第六页,写题和线。 这两个字。 好。 好。